刚好把它扣进去,这个红色的图是扣进这个 这是红色的图,这是黑色的C型扣,这样子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胡扶奇笑》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256集的节目 今天大家再次把镜头回到官方已经 好像也不知不觉也做了,应该有两年的 Steward Series工作室系列,来到了第64号的Clip Jumper 飞过山,或者叫做跳崖者,其实我觉得飞过山听起来比较霸气 这是属于《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出现的那个版本 乘起何时,这个家伙本来从《大黄蜂》的一个同模改色 变成了一个红色的新的模具 但是自动领袖之政在第一季的时候 一开场就挂掉之后,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都变成悲剧型的人物 你看这个,一看就是印堂发黑短命香 非常非常帅的一个模具 其实这个载具是让我比较心动的一个 那我为什么挑它第一个作呢 也是因为这个载具,我非常感兴趣 那特别呢,大家都知道说呢 它呢,是跟之前的这个《骑捕车》《大黄蜂》的两者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接近的一个模具 但是为什么载具呢,可以如此天长之别 所以我对它非常感到兴趣 所以就挑它呢,先来做一个开场好了 那它后面的这个背景的话呢 应该是《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 最终帮莫比跟这个粉碎 还有这个蓝色那个叫我叫什么意思啊 反正就是粉碎跟这个反弹球对决的那个场景嘛 应该是啊 那明明的话这个叫我应该是只有在 应该是在月球上就被干掉了啊 就反正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 跟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我们就来看到这款模具啊 首先的话呢,我个人对它的这个头部的这个部分啊 这个地方显然脖子这个地方是镂空的太多啊 那这个毛病的话呢 从《Bumblebee》的时候呢就有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觉得这款飞过山的一个问题好像更大啊 那再来一个就是这个背包的问题 非常非常非常两层啊 这个足足《Bumblebee》《Bumblebee》是这样子啊 它硬是多了一层啊 但是呢这是可以理解啊 因为在整个变形的过程呢 《Bumblebee》是一个就是西部车 它车顶该是镂空的 但是这款的话呢 整个车顶是包覆起来 所以它等于硬生生就多了一块这么样的一个部件 那么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直接了当的说 它上半身的变形呢 几乎是一样 那下半身呢有一些小改变 那《Bumblebee》的这一块部件呢 是上下直接做一个 直接做一个翻折 上下直接翻 但是呢我们这一款的这个飞过山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 这里是有一个连接杆啊 是这样子转上去 然后推到后面去的 以惊喜感来说的话呢 其实啊 这一款飞过山的惊喜感 我觉得是比较大一些 那两者一样都是一个轮胎啊 从小腿内侧呢 去翻到这个外侧来组合成这个轮胎 这个部分丝度是一样 但是在这个细部的零件上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以这个腿部来说呢 因为它这块部件 是让上下搓动过来啊 两边的腿都是一样 它的这个洞啊 跟这个凸啊 我的感觉是扣起来 不是非常的稳固啊 不是非常 基本上就是只能够靠近而已啊 你就算把它扣进去呢 原则上它是很容易就滑出来了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又没有一个辅助的一个结构 可以去把它给扣紧 所以它这一代呢 几乎就是随时保持一个松动的状态 其他的话就是这个 我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是头部里头的这个球形关节啊 因为它头上的这个 在变形的时候呢 它这个头呢 是要往上面整个翻上去啊 但是这个球关的开口在这儿 支撑的一个力度比较不够啊 它蛮容易头会从这个球关的这个地方去滑出来的 再来就是它这个面雕的银漆啊 我个人是觉得太过闪亮了 你哦 别忘了人家是印堂发黑的短面相啊 你反正涂了一点银漆啊 这个可能就不是那么样的好看 再来是以人物的分色来说呢 Bumblebee是比较好啊 这个地方大腿的腿甲有多了一个黄色之后啊 有一个内外的区分 这一款飞锅三尺整个是四肢的话呢 手臂呢 跟大腿呢 几乎都是黑色啊 感觉立体感就没有那么样的强烈了 那整体的玩具来说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的一个变形了啊 那玩具的尺寸缩水是比较厉害啊 我拿一个变形金刚 这是第四级的一个deluxe等级 然后的话我今天的话呢 特别把这一个啊 赛博坦允洛系列的这个JS也拿出来 那为什么拿它呢 因为待会我会用它的载具 跟它的载具是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比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款这个啊 Jumper呢 可以说是缩到非常的小了 那它的手炮的话呢 没有任何的机关 就是直接的是握在 握在这个拳头内部啊 一团黑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把它稍微转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啊 就是直接这样子握进去啊 也并没有其他的一个做法 那按照说明书的话呢 它是这个以这个凸呢 是摆在朝后方啊 是可以这样把它给按进去啊 基本上是 是勉强是能放 但是我觉得因为说明书只有一个往下指的一个箭头啊 这个其实还是会掉出来啊 我个人是觉得还是当成手炮好了啊 那它的一个本身的可动度的话呢 就可以各位做个展示 它的一个脖子的话 根部有个左右旋转啊 180度的一个角度 然后球内部的话呢也是一个球 啊不对它根本就是个球 可它这个球关能动了幅度几乎是没有啊 基本上是没有 然后这个头的话可以往上面抬起来 刚刚各位看过了 手臂的话呢可以平举 开口在下方 二头肌的话呢是在这里可以转动 整个手感是比较偏紧的 手肘的话呢 看上去有类似齿轮的一个结构 但其实并没有齿轮的一个摇合 拳头的话呢是没办法转动的 直接跟小臂是一块的部件 这个地方的红色的话呢应该是在黑色部件上面去涂的 所以感觉比较漂亮一点 甚至它身上绝大部分的红色吧 像这一代跟这一代 这个也是透明部件上面去涂红漆的 所以感觉质感会比较好一些些 腿的话往前往后侧踢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 这个松紧度未来是比较堪忧啊 膝盖的话呢最大约90度 脚的话呢往前往后 它这个脚的话是往前是在这里啊 并不是正常应该是比较偏厚一点 它是比较偏前面一些些 这里有块盖板啊 记得把它给盖下来啊 去填补这个缺口 脚底板做的看似挺大 但其实后面这里有个缺口 所以人物的站立性来讲呢 可能看上去应该很好 但实际上没有你想的那么样的一个优秀啊 其实不是没有你想象啊 是没有我想象啊 这是我自己说的 那因为背包有比较大的关系啊 站立性稍稍有一点点的一个堪忧啊 那这个腿部这一带的一个松垮 这个带扣不住啊 可能是整个把玩上呢 就感觉是最不爽的一个地方啊 那我们的话呢 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头部啊 是把它往上面 这里是这个往上面推到最上面 再来是前后背包各分开啊 这个地方 把它给分开 分开 那分开之后的话 记得是这个地方是尽量的把它往后面啊 能够把它翻出来 尽量把它给翻出来啊 因为这两个凸呢 会妨碍到我们这两个部件翻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胸脚也往下放 胸脚这里往下放 胸脚往下放之后 这块部件就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呢 这两片部件呢 往中间捏进去 那第一次捏的时候呢 非常的紧哦 非常非常的不好捏 再来这个时候的话呢 把这两个部件翻下来 腾出这个空间 再来就可以把头部呢 也往后给翻进去了啊 往后翻进去 两只胳膊的话呢 往下翻下来 这个部件往上面放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稍微的挨一下就可以了 以及呢 手部的话呢 转到内侧了 你看到呢 这里有一块凸啊 这块凸 就是要扣进这里 有个洞 把它给扣进去 这个地方的变形的话 如果你对这个 吉普车 Bumblebee 有印象的话呢 就会知道 这个地方的变形 是完全一样的啊 这个地方是一致的 这里 好捏进去 扣进去啊 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已经刚好把它扣进去 这个红色的图 扣进这个 这是红色的图 这是黑色的C型扣 这样子卡进去啊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 变形看那个腿部好了啊 腿部是这个样子的啊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一块部件 说明书是说 要先把它推出来 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必要了 因为你这个往前推 就自动会推到一个定位了啊 简单说是把这个脚 这样推 然后脚推的时候 就是把它往前面前面推过来啊 往前面推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动作 把这块部件呢 旋转 透过这个连接杆 旋转到后方去啊 待会的话 就从这个地方做个结果 现在现在先不急的扣 没关系 先推到后面去 再来把这个轮胎的话 整个的给翻出去之后呢 利用黑色的这个部件 直接的整个的跨到外侧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可以先扣了啊 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图 对下面有一个红色的凹 然后的话 就把它给稍微的去扣起来 这个地方可以先扣 可以先扣到这 这个地方呢 整个的话呢 可以先扣起来了 这一侧 就算OK了啊 变形其实是还蛮流畅的啊 就把这块部件 推到后面来 然后再把轮胎呢 整个的 推上去之后呢 再把它拉我 其实你也可以 黑色的轮胎先出来 后面红色的部件 在一起出来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简单的说 就是呢 把这个轮胎呢 从小腿的那一侧呢 给变到外侧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结合的卡扣 在这 把它给扣上去 到这里 然后前方的话呢 再把它扣起来 OK 这样一台车子的整个骨架呢 就算OK了啊 然后这个就是啊 这个观众朋友们 戏称的这个敞篷车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概念 它整个 整个的一个上方 因为多了这个 盖板的这个部分啊 所以它的背包 就非常的巨大了 整个的给 弄出来之后呢 往前面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两个红色的 这个透明的一个凸 对前面 你知道基本上呢 把它往前面扣下去啊 基本上都会刚好 有一个对应的卡扣啊 非常幸运流水的呢 就可以把它 还是不要想幸运流水好了 那这个地方是有块凸啊 就两次稍微拨开一下 把它给按到下面去啊 再把它给做一个 最后严丝合缝的 一个简单的小密合 OK吧 那我们这一款 这个 啊 还有一种东西啊 这一款 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内部啊 它是有两个 透明的一个 透明的一个 C这样的吧 那我们原则上就是 我看这个书名书也是一个 就这样扣进去而已 原则上就是把这两个 银色的银色的凸 不是说两个银色的凸吗 去卡进去这里头啊 那原则上我的方法 就是先把它给 对正放下去之后呢 然后先往下面放一点 然后再往上面 先往下面放一些 然后压 压到底之后 再往上面顶上去 啊原则上呢 就会刚好卡进那一个 会卡进那两个一个凹槽里头 当然这个是有点碰运气的成分 因为它是毕竟在里头 扣上去了啊 OK 完全不会掉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再把它给 严丝合缝再去捏一下 好的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载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形态 我们来检查一下 它的一个滚动性啊 算是非常OK的 那我们把镜头呢 稍微拉近一点啊 这一机的话呢 我们又一镜到底的呢 就把它给拍完了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赛星的载具啊 因为毕竟 它是完全没有来到地球嘛 这个载具也算是比较合理了啊 那一个流线型的一个感觉 我个人很喜欢啊 然后它这个 有一点消光的一个红 瓦红色吧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轮胎的话呢 也有一些造型 你看看 这个造型 还不是一般地球的轮胎 对不对 地图上可是买不到这种轮胎的 那这一款的话呢 中间有透明件 然后它最让我感动的呢 是它的一个车尾 终于有收 有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车尾了 那我刚刚为什么会拿这一款 这款爵士呢 是因为呢 跟它呢 在这个Wolf Cybertron的时候呢 是有一款这个size-wide 那你看这两者 大小 可以说是 非常的接近 我把镜头稍微小一点 这样子 大小可以说是 几乎是要完全一样 非常非常的接近 你看 长度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轮胎大小有个差别啊 车顶的高度的话呢 可能这一款是稍微厚一些 但尺寸可以说是极为的接近了 那连这个身形都非常的接近 包括车头 一整个就很像 对不对 但是身高的话 刚刚已经有比较过了 刚刚各位记得吧 这款爵士比这一款这个 Cruid Jump要高很多 但是变成载具的情况下呢 两者几乎是要完全一样 那变形之后的一个 你可以看到 结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那更让人感觉到意外的是呢 这一款这个飞过山呢 它跟吉普车的大黄蜂呢 变形结构是有很多相似 可是在载具上面呢 如同画面各位看到了 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表现 这个也是让我对这款模具呢 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个 一个加分点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了不起啊 这个Expo果然是一款 非常厉害的一个玩具公司 设计当然是没有问题啊 但是做工跟后续的这个 销售的部分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总而言之的话呢 这一款SS第64号的Cruid Jumper呢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款玩具 它的一个毛病 就是人形状态下的小腿的零件呢 以握手上这一款呢 可以说是比较松垮的 但其他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载具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 非常非常好 而且武器又可以完美的一个 这个收纳啊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这个啊 还是那句话啊 人形的小腿比较松垮 其他的部分呢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今天就关各位 请不吝点赞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们下期再见